主内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今天赐给我们机会 能够一起来聆听并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主题是 灵修的需要 就是责备 经文取之撒姆尔记下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七节 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们聆听和思想你的话的机会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启示和指导 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经文中的含义 并活出你的话 感谢主 奉主名求 阿们 印尼有一句俗语 没有不带裂纹的象牙 意思是没有完美的事物 这话也适用于最伟大 最受尊敬 甚至是最属灵的灵修身上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大魏是最受尊敬的国王 但是圣敬并没有盈满他的滔天大罪 就是淫乱和一级谋杀罪 身为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 一般来说 敢对大魏 指指点点的人 太少了 除了有可能摄去国王 亲信小权所拥有的特权之外 也会造致杀神之火 其实一个灵修迫切需要有人在他身边 当他犯错的时候 敢于斥着他 越受人尊敬的灵修 就越有这个需要的 岳亚是大魏王同志时期的元帅 他并非不知道他的王 所策划杀害伍利亚的隐谋 事实上伍利亚 因刻意被拍到战斗最猛烈的前线而身亡 之后 越亚向大魏王证实了这个消息 作为国王的亲信 越亚本有机会 至少以陈补的身份 来接近大魏并执着他 但他却没有如此做 先知拿旦承担了这个角色 被耶和华 才派去见大魏 拿旦以上帝赐语的智慧 通过比喻 揭露了大魏的过犯 而告朝是 当拿旦当面指指大魏 说你就是那人 大魏顿时 大惊失色 他没想到 有人会如此直接了当地指指他 再次之前 他严厉的说 要将拿旦批语装的那人 神之以法 大家可以想象 拿旦搭旦的举动 所产生的震撼效果 大魏的内心状况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值得轻信的是 拿旦在他可能面对的一切 风险和后果的情况下 仍然愿意摆上自己 让上帝使用他来 指备大魏王 灵修会面对 现今如傲慢 追求名声 自以为是 即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都是往往没有被意识到的盲点 因此 灵修需要如先知拿旦之类人 就是敢与直言不讳的说 你错了 你才是那凡错的人 众灵修如果有一个拿旦毫不科技的 对你说你太骄傲了 或者你不是无所不知 甚至你是嫁冒为善 那么你就要心存感激 因为 这将有助于你保持警惕 所以 就让众拿旦在四周围绕你 阿们 我们祷告 主耶稣 主耶稣 谢谢你的话 教我们 如果 有人敢批评我们 准备我们 我们就要感激 要有前面的心 来 改成自己 谢谢主耶稣 我们祷告 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